表面大肚的大S为何不肯放过汪小飞 前脚自己的妈妈在直播中爆料 后脚汪小飞就在微博给陈建州道歉 表示是自己的妈妈误会了 但信心的网友却看出了端倪 与以往开口成长的汪小飞不同 这次道歉的言语之间都有着大S的腔调 自立行间还称陈建州的妻子范伟其为范范 因此有网友猜测 大S以儿女为要挟让汪小飞道歉 甚至道歉稿都是大S为他写的 陈建州与大S的关系还要追溯到大S的学生时期 两人家住的比较近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 看着大小S陈建州动了追人的打算 他先是追小S遇到了好人卡 随后又转身去追了大S 据坊间传闻 大S脾气火爆经常对陈建州动手 最终陈建州没能惊得住大S的打 默默退缩了出去 与大S成了闺蜜 虽然两人成了朋友 但陈建州却仍然对大S言听计从 就连自己谈个恋爱 也要前女友大S来把关 从此大S开启了自己的后宫模式 分手聚俊叶 恋上蓝正龙 遇上周玉民 每当发现对方有不结婚的打算 大S都能果断分手 潇洒地去追求下一段恋情 直到2010年搞定汪小飞 大S才收了手 但两人维持了十年的婚姻 终究以分手为结局 甚至离婚后 大S火速与妹妹小S 推出了自己的新综艺节目 西地享聊 可惜这档节目在大陆找不到买家 只能在台播出 然而这节目尺度之大 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集就全程在打擦边球 然而比起节目中的口无遮拦 小S对于婚姻的态度 却比姐姐传统 丈夫搂辣妹逛夜店 参加海天盛演派对 甚至被传家暴小S 小S为何还要苦苦支撑这个婚姻 比起大S对婚姻的强势 小S为何愿意忍受丈夫的多次补忠 被曾宝仪撬墙脚 为何还要笑脸相待 暧昧如此的大S为何不出手帮小S 这是大S在小S婚礼上放下的豪言 彼时靠着干贴杨登奎的他 自然有这个本事 比起大S灿烂的情史 小S只有两段鸡毛 刚出道时 小S就恋上了大自己六岁的黄紫娇 当时两人在户外录制一个节目 小S被冻得瑟瑟发抖 而黄紫娇将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小S身上 就这么一个举动 让小S对黄紫娇动了心 大S让小S写一张谢谢的纸条 塞黄紫娇的外套中 若黄紫娇有心 那就是懂得都懂 在大S的支招下 两人走到了一起 那时的小S满心都想做着黄太太 但没想到被她的好闺蜜 曾宝依给截了胡 2000年 黄紫娇与曾宝依传出了绯闻 但小S却心信黄紫娇不敢过问 不久后 曾宝依与黄紫娇同游大阪的消息传回国内 那时的小S失声痛哭 却还幻想着与黄紫娇重归就好 直到2001年 又有媒体拍到黄紫娇与曾宝依共度春宵 小S才彻底死心 她在节目上大骂黄紫娇劈腿 但不知道是不是闺蜜情义 2010年金马奖上 小S与曾宝依一笑免恩仇 也或许是小S在自己麻木的婚姻中释然了 2004年 小S遇上了徐亚军 徐亚军是哥伦比亚的高材生 看起来仪表堂堂 一次两人去看电影 徐亚军用手包住了小S的手 这一次牵手让小S再次动了心 但徐母却不愿意小S太早嫁人 她警告小S 谈恋爱可以 但绝对不能结婚生子 尤其是未婚生子 徐母的警告却拦不住小S恨嫁的心 为了让两家人同意结婚 小S与徐亚军开启了造人大业 2005年 小S怀孕了 那时的徐亚军在徐母和大S面前痛哭 发誓会真心对待小S 无奈之下 徐母只能同意两人奉子成婚 心疼小妹的大S更是直接在婚礼上表示 如果徐亚军敢对小S不好 自己就找黑道打断她的腿 当时的大S背靠拥有黑道背景的干贴杨登奎 徐亚军自然不敢造次 这一年 小S27岁 她与徐亚军迅速结婚领证 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 但没想到母亲的警告绝非空穴来风 曾经在原生家庭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祸害的她 在婆家也逃离不了这个阴影 为了能让小S产下儿子 公婆要求小S尝试各种偏方 在巨大的压力下 小S只能躲进厕所痛哭 最终小S接连产下三个女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仅公婆不帮自己 徐亚军也露出了真面目 其实早在与小S相恋之前 徐亚军就有一个相恋两年的未婚妻 直到与小S开启了造娃大业 她才果断抛弃了未婚妻 转身娶了小S 婚后的徐亚军也老实了一阵 但随着大S转战内地发展 徐亚军开始坐不住了 2007年 小S在家中待产 徐亚军却被拍到现身比基因派对 小S却说自己怀孕怕烟味 这才让老公和朋友一起出去应酬 2008年 徐亚军被拍到在KTV与女子还唱 小S却挖苦八卦记者 自己对老公的一切形成都知道 2009年 徐亚军逛夜店爆辣妹 小S却说老公是正人君子 只是帮忙服务一下醉酒女子 没想到再一再二再三 就有再四再五 2010年 徐亚军又在夜店被拍到牵手辣妹 这一年 大S搞定了汪小飞 无暇顾及他们 徐亚军越来越来劲 2012年 大小S干贴杨登奎逝世 而2013年 徐亚军就卷入了海天盛言 更有媒体传出 徐亚军多次家暴小S 有次小S突然在社交平台 晒出自己膝盖淤青的照片 母亲的第一反应 确实在下面留言 是不是被家暴了 面对各种质疑 但小S却不断地在公众面前 为徐亚军辩护 2014年 徐亚军因投资炒股陷入风波 为了帮助小S 当时怀孕不足三个月的大S 宁愿透露自己怀孕的消息 为他们转移视线 有媒体甚至调侃 小S专业为老公擦屁股擦了八年 直到2017年 小S才说漏了嘴 他称自己结婚12年以来 已经有五年没有再清醒的时候 与丈夫徐亚军在一起 每次上综艺 再被谈到家庭与感情 小S总是忍不住失声痛哭 但他却从未提过离婚 不过这中间有多少心酸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当年父亲徐坚因求子无望 一边喝酒 一边对徐亚军打脚踢 不仅欠下百万赌债 还在外面有了情人 大S敢怒斥父亲 小S却只敢躲起来哭 每当问到母亲为何不离婚时 当时徐亚的回答是 没有勇气 比起大S果断分手汪小飞 小S却活成了母亲当时的模样 没有勇气开启新一段人生 总之冷暖自知 或许姐妹俩都已经找到了 自己想要的生活